台中有面穿定說 一般會把車停在沒位紅山的路口 所以讓警察開庭 紅山上頭又沒有開庭的單位 當地分教示標是說法規有規定說 反正到早上6點的時段 為整天車封愛消防安全 是當一款的來處代處法 所以先來替消這段法庭 另外法庭沒有開庭的單位 也是警察的問題 他也來做處法 但是去那條15早上5點左右 有一個警察來到車頭前 放一張機發短後就離開 那如果車主看到自己的車 讓人開短是感覺很難接受 奇怪 五點多 好像在頭卡一樣 就趕快走這樣 也沒有紅線 我們自己以前的那個 起頭底下 為什麼都不能停 也不影響交通嘛 但是是標示 他把車停在台中七塞區 用上街和民間街的方向 這裡的頭卡沒有的紅山 也沒有動到路 所以在一早就讓人開短 而且人家計劃等 有的櫻子都沒有動 這支警方式的邀門 那如果附近的機民 和店頭家也萬賺說 車停在門口 常常會讓人開短 對 半邊都差不多12點 還有2點多 對 你如果別人風海到就好 對 半邊都沒有動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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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不斷標示 當然不是主要的交通道路 而且也不是在最下班 這種車子的時間停車 不過所有電電給人 檢查開短 整天都拿心吊彈 警方表示 是接著民眾檢查開短 這台車比較是違規 規定沒有所適 不過停車的時間 是在環店到早上6點 有符合看得到 代替計劃的條件 深夜時段0到60 除身心障礙專用停車 為規規停車 或停車權有妨害 消防安全之餘 或妨害其他人車 通行精人檢舉者 可以勸導代替舉發資料件 所以主動解讀民眾 撤銷該單進舉單 警方表示 的合作民眾貼稍法團 也曾對警察無當依賴保護出發 不過民眾希望 警方可以調整執法的空間 改變更再三省民眾的困擾 記者 台中報道